美食不选错,拍雷我来做,大家好,我是熊汉,今天我又来了啊,我现在在宝丽东径这个位置啊,听说这边有一个旋转小火锅刚开业的,只要二十几块钱啊,今天过来打个卡看一下值不值这个价格,顺便给老板上一个。 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个旋转小火锅了,咱们看看都有什么菜啊,首先这个饮料是另外算的啊,像这边我都认不全,品种太多了啊,咱们看一下啊,鸡蛋,然后这是饼干啊, 还有这个豆腐之类的啊,品种很多,这边是他加的调料酱啊,调料酱,这边也这也是调料,丸子还有这个麻辣烫系列啊,看到没有,这是肠 很多都是麻辣烫系列,这这很多种我都不认得兄弟们,你们你们说吧,你看,这是麻辣烫系列比较多,看到没有,品种很多啊 鸡翅膀发现一个正头在鸡翅膀啊 它这个菜的品种大概有五十多种,荤菜我刚才看了大概有十来种左右啊,连丸子那种都算上,这个店挺有特色的啊,这个玻璃都透明的,外面都能看得到里面用餐 今天跟朋友到宝利东京来吃一个小点小火锅,一进门啊,这个老板挺实在的,在店里买是29,在网上得25,老板刚刚推荐我买25,所以说我说他实在就是这样啊,两个人50块钱,用餐时间是两个小时,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啊,我点的是这种番茄汤啊,番茄汤,我不能吃辣你们都知道 这个是丸子,虽然说不算太好,但是我喜欢吃 香肠,来一个 不认识啊,这是好像不像补餐肉,这个看着不错啊,也来一个 最重头的啊,就是这个鸡翅最好的啊,来一个 再来一点这个啊,撒酱油丸 再来一点,鸭血,这个我喜欢 金针菇,再来一点啊 这个小锅速度挺快的啊,五分钟煮好了 咱们开始吃吧,好,咱们的,咱们的这个煮好了啊,捞出来啊,豆腐。哎呀,啥都有啊,兄弟们。肉。丸子。丸子啊,鱼豆腐。吃之前先蘸点这个酱啊,兄弟们啊,这样更有味道一点啊。OK。尝尝味道怎么样啊,再来一个 这个丸子啊。哇,这个丸子好吃。 蘸点这个蒜蓉酱,一股那个蒜蓉的香味啊。 嗯,好吃啊,哇。 主要这个酱,要蘸了一大半的功劳,这个蒜蓉酱特别的好吃。 其实也不是什么蒜蓉酱,就是大蒜,里面放点醋,放点酱油,我自己个里来吃饭啊。 哇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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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错,还不错,吃起来都,这些菜品还挺新鲜的。 尝一尝重头菜,豆腐包肉啊,重头菜啊。 香肠啊。 香肠啊。 香肠。 给它蘸点酱啊,蘸点酱。 这样好吃,看。 这个酱至少能增加一大半的这个味道啊。 来,继续落啊。 嗯。 啊,不错不错啊。 。 瓦料牛丸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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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 这个,对重头的鸡翅膀,尝尝味道啊。 嗯。 嗯 再来一块没吃出来 哈哈哈哈 鸡翅膀啊 这个鸡翅膀的味道是可以 但是这个肉太爽了 我吃不过瘾还是吃这个 你看像这种吃的都可以 大口大口大口的吃是不是 啊 嗯 啊 嗯 啊 这个还是重土的 那个豆腐包肉 尝尝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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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豆腐包肉味道还是不错的 吃起来能吃出来那种就是说 嗯 跟素菜不一样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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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说一下这个饮料是另外算的啊 饮料是另外付钱的 小脑肉的肠肉 它就进行 鸡翅膀 都会有点 غ蝉膀 薄肉和胸肉 鸡肉吃,美肠肉,bul惠肉 咱们继续露啊兄弟们 刚刚看了一个细节 他这个汤是也在上面 随时自己可以加 哎呀我这个还在煮 来点个饼干嘛 来点锅巴吧 饼干我就不要了 来点喝锅巴 饼干看那个人 其实我是博州那边的 其实这个锅巴我不喜欢吃一开始 但是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来来喝杯酒了 那时候晚上没饭吃 他说 感觉都饿了 我说我也不想吃油的了 实际刻那个锅巴 给我刻了刻铐上瘾了 嗯 嗯 别有一番之路了 看到没有 来 嗯 还是很香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熊二的点个关注 真是盼店选择熊二 拜拜我们下次再见